大家好,咱们这节目咱们来讲一下 去添加一个Permissures,然后一个告警 这个Permissures呢,我们去添加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最后再度配置的文件,说成功 成功的话呢,它的默认是一个,是1,我们来看一下 找一下 然后config 大家看到,然后我们现在是 它配置文件是再度成功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是一个1,代表是成功的,最后一次 代表成功的话呢,代表是一个正常状态 假如说最后一次再度配置文件,然后的话是错误的话 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就会执行一次告警 还有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就是一个 一个alert manager,所以说我们去发现 alert manager假如说是低于 我这里写的是1,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和那个写成2 为什么那个不能写成1呢 因为我们即使我们假如说写成1的话 这代表什么,代表是 那个alert manager 就是说这个告警服务器 是一个也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挂掉了 所有的都挂掉的时候,我们这边即使有报警 但是的话,我们报警信息也没办法去传送出去 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 这个的话,应该是最低,我们要有两个 嗯,两个的话,大家看我这里面的话 我是全部已经改过来了 然后大家已经改死了,大家看了,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都已经死了,我这个 这个节点已经起来了 嗯,我们这时候我们去定义一下 我们重新生成一个新的一个文件 放到一个新的文件里面 然后是permissers permis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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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alert 嗯 嗯 嗯 and yes 应该不过yes 要不然的话,我们这边 用的pv不上 我们看一下我们上面那个 这个也是 嗯,这个里面那个文件一定要和我们那个保持一致 这个,这个一定要和我们那个文件要进行匹配上 alert 然后,missers 然后的话,我们 我这里的话,就不一个个去输入了 然后的话,这样浪费大家的一些时间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然后进行一个修改就行了 然后group 然后name 然后 应该格式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来检查一下 嗯 这是一个警告 我们这里定义了两个 嗯 一 可以看到,然后像这边的话是一个vergain 一个警告现在类别的 然后 基本上应该没啥问题 好,那个我们 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因为那个我们这里都不测试了 然后的话,这里说一个我们服务 然后 嗯 债务错误 债务错误的话,我们那个 再写一个吧,我们来测一下 我去测一下 我们去再创建一个 然后 这个是测试的 然后 这个是测试的 开入 我们在那个 测试的 把这个,然后我们把,专门把这个那个,改成错误的 嗯 嗯 这样 这样 把它改成错误一个错误 改成一个错误的话,它应该是 嗯 债务应该是错误的 gripp 然后一个 啊,我们这些事情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 测试 测试 警报,警报信息在这里 我们一个 去查一下 嗯,config load 大家看到,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已经 变成零了 证明我们这个 嗯,我们的配置容键 那个最后一次再入的话 是有问题的 虽然说我们这个 嗯,我们这个程序在正常运行 但是的话 证明我们的配置容键 这个是虽然一些问题的 看一下 这边应该是大概会 会等一分钟 嗯,我们设置到的是多长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到的是一分钟 大概会等一分钟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先那个 不管它,然后的话我们 嗯,先稍微等一下 我们去看 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一个 嗯 那时候我们要小于2 现在的话我们肯定是小于2 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是notice 嗯 然后disk discover noticealert 这个 然后的话是一个 是不是1 1的话肯定是小于2 这应该会有两个情报 我们来看一下 嗯,稍等一下 好,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嗯,我们这边的警报的话 都没有办法产生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边的一个 呃,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它都没有加载进来 特色是我们警报信息的都没有办法产生的 如果这时候的话我们 先把这个,先那个进行一个 先把这个移走 嗯,大家有那个有的时候可能会问呢 假如说那个,我的警报信息那个都没有 没办法进行那个,嗯,再入 我那个,假如计算有错误,我怎么知道 嗯,一个错误的警报呢 其实的话 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提前 这个信息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 我们来再看一下啊 演示一下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嗯,先这边的话 是不是那个已经 嗯,下载进来了 下载进来了,也就是说 在以后的 在你这个已经配置过的以后 再配置错误的话 它是会发生一个警报 嗯,我们来 把这个东西再改回去 这样 嗯,这次的话 再入应该是 还还是错误的 大家看到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一个是警报信息 只有一个 那我们的话是有两个是吧 这个我们要求是要 然后这小于二就会报警 实际上的话 是不是一个产生于二 然后的话我们下面一个 这个错误信息 是不是那个也已经报警了 要是说那个我们错误信息 你定义的这个错误信息 必须要在这个定义完之后 这个配置已经加载进来了之后 然后你再去定义错误的话 这边会检测得到 你不能和他同时定义 同时定义的话 因为他自己他都没有加载进来 他怎么能去检测别人呢 好,大家看到 这个已经发送警报信息了 这个应该马上也会发送 来看一下这边 看到这里 那个是不是已经收到了 那那Manager已经 那个是不是那个 20.174 已经丢失了 丢失了 然后任何Manager 这里面提示的 这个提示信息是我们 那个自己定义的 也就是说 这个那个Permicers Permicers 然后他已经没有任何的 一个Manager 这个信息的话 其实是不准的 为什么 这个信息是我们自己 手工的定义的 其实我们还还剩下一个 比如说你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根据实际的实际需要 然后你说 你这里还只剩下一个 那个Manager 或者是你那个 马上去检查之类的 你就可以自己去自己定义 然后的话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 配置信息 这里也已经报警了 好 那个 嗯 关于我们那个 对那个Permicers 一个 那个告警的一个配置呢 哎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 讲下面一个 然后那个 添加一个 嗯 服务级别的一个告警 它其实是一样的 看一下 然后我们 添加一个吧 这个是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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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错误的 进行删除掉 然后 然后 这个要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的话 我们把那个前面的一些 似乎我们的group以上 现在的话 就已经少掉了 少了 然后的话 我们添加一个 然后 那 改一下啊 下面是进了一个 嗯 那 给入了 然后是评级的 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下 嗯 警告信息 这个名称的话 我们把它 这个名称 我们也要改一下 看一下 这个名称的话 我们这边是什么 是服务的告警 这是服务的告警 然后的话 这是一个 这个是警报信息 我们参照这一个 来写一下 一个表达式 比如说 这个状态的话 不等于1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报警 然后的话是一个60秒 我们这边 改短一点 改成 一个10秒钟 好 我们 再保存一下 然后 我们把这个服务信息 给大家复制一下 给大家复制一下 然后 service alert s lert es 我还蛮 好 我们这里然后 嗯 再去 再入一下配置文件 我们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是没有再入进来 然后这个边的话 还是这个错误还是在的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不在的 有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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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误的话我们就看 我们先去检查一下 然后是 那是我们刚才配置的另一个问题 嗯 和我们的之前比较一下 大家看到 然后这里面这个困格的问题 嗯 这个是 嗯 label下面 这样哈 这个的话是和我们的 label一个级别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汇总 也是和我们里面 好 我们现在来再来试一下 嗯 查一下它那个状态 好 现在的话 是1了 应该是1 嗯 已经没有问题了 然后那个这个的话 那个嗯 大家看到然后这个的话 是我们定义的 嗯 它低于两个 这那个才会报警的 我们这个 不管它 现在的话 是不是我们全部已经 嗯 定义完成了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服务 嗯 label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 定义的这一个监控 这个监控规则的话 嗯 因为我们的服务 然后现在都是正常的 我们这时候我们去 嗯 去试一下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一服务 监控的哪一服务 这个里面 这表达是里面的表达是 看一下 嗯 嗯 嗯 这里 大家看到然后现在的话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话它监控的有Dock 嗯 嗯 我们这时候提 停一个那个syslog吧 我们停掉一个 停哪一个 我们停一个175吧 然后stop 嗯 rsyslog 然后的话我们再查询一下 嗯 然后的话我们再查询一下 嗯 还没那么快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不是已经停掉了 停掉的话我们那个警报信息这里面应该有了 看到 是不是我们这个服务已经当掉了 它那马上的那个呃 我们定义的是多少 我们定义的是10秒钟 10秒钟以后的马上都应该都变成红色的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已经变成红色的 然后这边应该也是已经 那个收到信息了 想接电服务当了 好 那个呃 关于一个监控服务的话呢 我们也那个呃 这里已经演示过了 好 那个本节课我们都讲到这里